我今天住的是景觀雙人堡 哇,好舒服啊 大家早上,我是你的好朋友 待會我要去我今天晚上準備要入住的 會在三義木雕街附近的民宿 也會為大家都開箱喔 前面是三義木雕博物館 把車停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走到民宿 現在走到今天晚上要入住的 正在旅行民宿了 房間在二樓 我今天住的是景觀雙人堡 我今天晚上入住的這間 苗栗三義正在旅行民宿 景觀雙人堡 一個晚上只要1422元 在跟大家做進一步的開箱以前 想要跟大家分享在外出差 或者是旅遊的時候 住宿的費用還能夠怎麼樣省 在這裡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平台 叫做Shopback 我們現在把現場交給 Jordan的家 好的,謝謝在民宿的Jordan Shopback是亞太區第一大的 現金回饋平台 不管是旅遊,生活居家 外送,美妝,山西,身心等等 台灣人常使用的網購平台 通通都有 簡單的註冊 透過Shopback下單 喜歡的店家 成功的訂單 就可以享受現金的回饋 網購的過程 就和平常一模一樣 只是多了一個簡單的動作 就可以獲得現金的回饋 現金回饋累計沒有上限 可以實際做提領 用信用卡或者是行動支付結帳 優惠還可以疊加 還可以跟信用卡回饋 平台自己的折扣 或者是會員等等並用 是沒有問題的喔 Shopback有電腦版 以及手機APP版 現在我就用電腦版 來訂我這次所住的 苗栗三億正在的行秘術 讓大家看一看要如何操作 這是Shopback電腦版的網站 剛開始使用時候 我們可以先到首頁的最下面 這邊有一個 安裝Shopback現金回饋小幫手 點選安裝 安裝好以後 在螢幕的右上角這邊 就會出現Shopback的圖案 現在是紅色的 我們這次所住的 苗栗三億正在的旅行民宿 我們現在要經由Shopback 然後透過Booking.com來做訂房 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方式 是在首頁這邊點選 旅遊行程 這邊有Booking.com 從這邊點進去 再來第二個方式 是經由搜尋頁這裡 輸入Booking.com 這邊出現Booking.com 你選這一個 立即購物 現金回饋已經啟動 Shopback.com 目前的回饋金 是限時最高15%現金回饋 現在右上角 因為我們剛剛有安裝小幫手 所以小幫手 它會告訴你 現金回饋已經啟動 而且現在變成了綠色的 現在來做訂房 在左邊輸入正在旅行 中間這邊選我們要住的日期 右邊選我們要住的人數 這次只有我一個人入住 選好了以後 按搜尋 苗栗山域正在旅行民宿 點進去 再提醒大家一下 現在右上角的這個Shopback圖案 是綠色的 代表Shopback跟Booking.com有做連線 這樣我們完成訂房以後 才會有現金回饋 我們要住的是這間雙人房 開始做訂房的動作 接下來 填寫相關資料 填好以後按下一步 最後資料確認 這邊再填入付款相關資訊 填好以後點完成訂房 現在訂房已經確認了 右上角小幫手告訴你 太棒了 你的訂單已經成立 訂單狀態確認後 會會將存入你的Shopback帳戶中 如果預計下單 請點擊下方按鈕 到這個地方 我們完成了經由Shopback 在Booking.com下單訂房的動作 現在再回到Shopback的網頁 點右上角帳號 現金回饋明細 從剛剛下訂單 大約過了幾分鐘以後 剛剛那筆訂單 就會出現在右邊這個地方 訂單的時間 是6月18號的上午10點52分 這筆訂單之後會產生的回饋金 而是新台幣的258元 目前的進度狀態處理中 等到確認沒有退換貨或者是取消 這邊就會變成已確認 然後回饋金就會入账 依不同的合作平台 從下訂單到已確認 大約數個小時到幾個月的時間不等 以這筆訂單為例 錄章的時間 目前預估是2022年的10月17號 現在我們看一下左邊 審核中金額就是指右邊 這邊隨和訂單 還在處理中的回饋金額的總額 我們今天這筆258元 還有前幾天下的回饋金額144元 目前都在處理中 這兩筆加起來的審核中金額 合計是403元 可提領金額是當右邊訂單的進度狀態 變為已確認時 該筆訂單的回饋金額 就會併入到左邊的可提領金額 等到左邊的可提領金額累積到200元以上 就可以把回饋金揮到指定的銀行帳號 所以我這一次的住宿本來是1680元 由於之後有回饋金258元 所以等於只要1680-258 等於1422元 除了訂房之外 其他知名平台 比如PC Home 24小時購物 KK Day 熊市旅遊 燦坤 屈城市 FuPanda Nike 金石糖等等 也都可以透過Shotback賺回饋金喔 大家如果透過我放在這支影片下面 說明欄內的推薦連結註冊 Shotback 當完成單筆消費金額500元以上的訂單 就可以先賺100元的獎勵金喔 好的 我們現在再把現場交給在民宿的就等 好的 我們現在繼續這個房間的開箱 這是我今天晚上要入住的景觀雙人房 看一下窗外的景觀 雖然說有房子擋住 但是還是可以看到遠方的山景 還不錯啦 衣櫃 吹風漆 浴巾 小冰箱 這個電視應該至少也有42寸 還有一個彈力球 熱水壺 礦泉水 雪壁 清潔備瓶 咖啡包 還有茶包 休息空間這裡 還有米老鼠跟Mini 看一下浴室 洗臉盆 置儀架 馬桶 移民空間 灌滑仙架 這邊不是幹事分底喔 電視前面有一個沙發椅 我會訂這個房間 就是因為這個沙發椅 還有前面這個休息空間 當然還有因為這個大落地窗 還有前面的景觀 雙人床 上面有一個浪漫的文章 左邊是小小的梳妝台 都這個床試看看 這個床算是比較偏硬的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一下這個房間 給你們看一下人跟這個房間的比例 這樣看這客觀呢 耶 這一個民宿在Booking Town 上面的分數有8.8分 目前從訂房到今天入住 整個過程中跟這邊的管家溝通 或者是到這裡之後他們的接待 目前感覺都還不錯 現在到於晚上的8點 帶大家到附近逛一逛 這是我這個民宿的社區 還蠻幽靜的 木屌老街的店家這個時候 也都已經關的差不多了 走著走著 看到路邊有一個招牌 上面寫山藝藝術村 看了一下上面的帖 正在旅行民宿街這個地方 所以我正認識的這個地方 是在山藝藝術村嗎 跟我的氣質非常的吻合 大家以前 現在是第二天上午的大約7點半 大家應該不曉得 山藝木屌老街 上午大約7點半的樣子 我也很好奇 走我們一起去看一看 我住的這個地方 屬於在山藝藝術村裡面 所以這邊也有許多做 木屌相關的工作室或者是公司 從這邊走到木屌博物館 大約是2到3分鐘 前面就是木屌博物館 我昨天車子停在這個地方 它並這條街道進去 就是山藝木屌老街 木屌老街 今天是平常日的早上 所以一片寂靜也是很正常的 找一下看有沒有早餐店 走到盡頭啦 果然沒有早餐店 等一下我要去走 張芝西路的粗雲古道 粗雲古道 跨越苗栗縣的公館箱 以及大湖箱 步道長度1.8公里 所需的步行時間 單程45分鐘 海拔高度222到457公尺 高度落差235公尺 這個步道的一段是 出黃耕城王廟 另外一段是法雲市 你可以以這兩端的 任何一端當作起始點 而且這兩端都有公車可以到達 我會把這個步道的Google Map 定位點連結以及交通資訊 放在這支影片下面的說明檔 方便裡面參考 我今天會從出黃坑的城王廟起燈 是屬於爬坡的 回來的時候是屬於下坡的 我喜歡鮮苦後甘的感覺 好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下72快速道路往出黃坑 這邊是台灣油礦城列館 左前方上去往出黃坑城王廟 城王廟大了 我們就把車子停在這個地方囉 我現在到我今天的出發地 出黃坑城王廟了 開車過來的朋友 城王廟的前面這邊 就有幾個停車的可以停車 前面那邊是洗手間 這是出黃坑城王廟 待會我們會從那個地方走過去 現在出黃坑這個地方 是屬於苗栗縣公管鄉開曠村 是台灣最早發現石油的地方 城王廟一般都設立於限制所在地 出黃坑卻有城王廟 這與此地特殊的歷史有關 出黃坑是台灣最早發現石油及開採的地方 因此設有城王廟已鎮守地方 正式出發囉 從鐵皮屋旁邊的巷子進去 接馬路以後左轉 現在走的這條產業道路叫做陸軍步道 是因為在早期的時候 附近的陸軍步兵訓練 常常走這條山路 來訓練士兵的體能 因此稱為陸軍步道 出雲古道目前被選為國家綠道 張之細路的一段 這條串連產業與文化的歷史之路 現在是緩緩的上坡 我們一樣來看一下 看今天走這個古道 沿路上會遇到多少遊客 走了大約300公尺 這邊有個岔路 我們往左邊的岔路進去 步道的兩邊有種植金郎樹 左拐上去 持續的緩上坡 右邊這邊有接踢往上寫王法雲寺 這一段是這個初一古道 進行的一段舊道 我們上去舊道 果然是古道舊道 你看這個步道的岩石很特別 現在兩側是竹林 還蠻涼爽的 法雲寺直走 這邊轉為折木步道 不久又接岩石步道 再往前面又接折木步道 這邊一樣是緩上坡的 從剛剛一開始到現在幾乎都是緩上坡 這一小段是舊路、岩石路 以及新的折木步道並存 就看你家裡躺著 不過目前感覺這一段步道還蠻涼爽的 聽說一往三面走 那邊會有很不錯的視野可以看 部分步道接花崗岩步道 往步道的右手邊看 風景不錯 前面是牛豆峽谷 為什麼叫牛豆峽谷呢 因為你看前面這邊 左邊跟右邊像不像是兩頭對立的牛 中間這個吊橋 還像是牽引兩頭牛的繩索 前面這是七十二快速道路 沿著厚隆溪 下面這邊是出黃坑風流礦場 再往上走 哇!這邊的視野更好 看看那邊還有一點點樹木遮住 這個地方幾乎是一朗無遺 哇!轉花崗岩石街 現在這一段走起來還蠻舒服的 有樹蔭 而且又有風吹過來 蠻涼爽的 而且還可以看 剛剛牛豆峽谷的美景 哇!真讚! 左邊有一些休憩時宜 現在這邊的視野有點不太一樣了 上面沒有遮蔽 但是下面的地方 還是有一些樹木遮住 花崗岩步道出來以後 接產業道路 到這邊會有點疑惑 往前面那邊看 三角追的地方 地板有寫法雲似 往那邊走就對了 過三角追以後 又再次進入樹木底下 有遮蔭的地方 距離剛剛三角追大約70公尺的地方 這邊是法雲寺古道的正式入口 這邊是0K處 步道旁有法雲寺古道的導覽圖 現在在這一個地方 並且這個直接步道 會先到觀景台 然後到大湖開拓紀念碑 之後到法雲寺 這邊是整幕步道 哇 好舒服啊 而且步道路非常的寬 而且踩起來也非常的好踩 不會滑 現在這一段 會是今天這個出雲古道 最舒服遺人的一段 左右兩側是竹林 這個步道的觸感走起來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剛剛突然又歌藝大發 但是找不到應景的歌來唱 哎呀 法雲寺古道 0K加100公尺 對 走趕快 步道中間這邊有一個蜘蛛網 是不是已經很久沒有人 來走這個步道了 步道上面有一些樹枝的質感 有些還蠻大的喔 看起來好像有一段時間沒有人來這裡整理 這邊接著是防枕木步道 有些路段的路況還是稍微沒有那麼好 不知道為什麼走在這個步道上面 就是會想要慢慢走 慢慢走 悠哉的走 不擠的走 這個枯木上面有長野菇 這邊的路況稍微特別一點 不過也還好 稍微這樣繞一下 又接到防枕木步道 剛剛那一段都是平緩的 這邊接上坡 現在這段上坡不會很陡 而且現在躲在這片森林裡面 還蠻涼爽的 有許許的微風在吹 而且又曬不到太陽 這邊的林象還蠻原始的 回頭看一下 這邊有上枝細露的登山條 這邊有落石喔 管理單位 來清理一下喔 前方就是觀景台了 來去看看 哇塞 都被遮住了 還是剛剛那邊的視野最好 據說這裡本來也是可以看到牛豆峽谷 畫面非常的好 但是現在速度長大了 所以看不到了 走前方有兩個休憩時宜 這邊轉泥土路 這邊有岔路 有指標 右邊往法雲寺 往前面往金銅山 來回50分鐘 我們當然是走右邊 往法雲寺 這邊是下坡的 左右兩側是竹林 這邊的步道跟剛剛步道的感覺又不一樣 雖然說下面一樣是防守木 但是剛剛注意喔 是左右各一塊是兩塊的寬度喔 現在這邊只有一塊而已 這邊轉木栈道 這邊有木頭 擋在木栈道的中間 好 就要走 這個木栈道有些地方有破水 你看這邊破一個洞 這一段木栈道 持續的下坡 前面接防守那步道 再接木栈道上坡 接泥土路 前面這一段在民國88年的那裡颱風 有遭土石流重回 後來重蓋的 現在這個是金屬的 大約只有7公頃 目前這一段的步道狀況 大概是今天走過以來 最原始的一段 這邊地板上面鋪滿了竹子的葉子 收起來很怕怕的 好舒服喔 前面又再次接防守木步道 前面是法雲寺古道的終點 這段法雲寺古道大約860公尺 我們待會會再繼續往前 往法雲寺 回頭看一下 這邊也有法雲寺古道的解說牌 這邊底層碑上面是寫0K加860公尺 所以這段法雲寺古道 一共是860公尺 好 我們繼續前進 哇 這段步道看起來 滿氣憂的 走在這段步道上面 就想起古代人 騎著馬 在古道上面等著 走 走 走 右邊這一排全部都是廁所 不過現在已經封閉起來了 從蹦蹦往裡面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馬桶 前面就是法雲寺的入口 遊客參拜時間上午5點半開冷 下午5點半關冷 可以從右邊進去 哇 到法雲寺了 我們往右邊去法雲寺的大殿 哇 這一棵松樹好巨大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很大 我現在走到法雲寺這裡 待會還會在法雲寺這裡逛一逛 而且前面那邊有很棒的風景可以看 之後我們會再往回走 我們從廚房跟廚廟走到這個地方 走的距離大概是1.8公里 可以抓的時間大約是一個小時 總爬升的高度總累計是260公尺 總下降的高度是79公尺 好 我們接著帶大家去附近走一走看一看 現在我走的這個區域這邊 都是屬於法雲寺的範圍 往右邊可以去化妝室 我們往前面走前方是大虎開拓紀念碑 再往前面走那邊是大殿 法雲寺著名的歷史遺跡 是坐落於大殿旁的大虎開拓紀念碑 是大正六年大虎地方身上所立 以感念吳定星、吳定年、吳定來 吳定貴兄弟開拓大虎的攻擊 紀念碑記作的四個牆面都可有碑文 記載吳氏兄弟的事蹟 及法雲禪室興建的願起 大虎的開拓 吳氏兄弟所開啟功 而法雲寺的興建也是吳氏兄弟所倡議 接著前往大殿 大殿前面的廣場 聽說視野非常的好 可以看大虎地區 到了法雲禪室的大殿 法雲室是大虎著名的百年古室 鑑於日治時代大正元年 是台灣佛教四大道場之一 曾以1935年關刀山大地震毀而重建 建築以日式結構綠瓦 配以雪白強身 雙眼雄利 大殿內供奉一尊高達七尺 綜約一萬台金的白玉 世家母女佛 最為知名 在大殿的前面這邊 有一大片的廣場 這邊有好幾處視野 蠻不錯的 可以在這邊看大虎地區 另外一個角度 前面這一片廣闊的古地 都是大虎 前面是厚龍溪 前面是溫水溪 特長的背景 頑皮 頑皮 等一位 頑皮 跟你們說 我從剛剛的廚房跟城隍廟走的地方 走了將近2個小時 因為我是邊走邊拍邊介紹 所以走的比較久 沿路上都沒有遇到半個遊客哦 給你們做參考囉 好啦,我現在準備要往回走了 我步道走這種來回的路線 果然是先爬坡 回來的時候後下坡 心情熱悠悠 現在又走回到牛豆峽谷 觀景點這裡 真是令人讚嘆 繼續往下走 走回來陸軍步道 前面是72塊速道路 後龍溪以及牛豆峽谷 又轉進去去出黃坑城隍廟 回到出黃坑城隍廟了 我現在又回到出黃坑城隍廟這裡了 給你們說 我從法源禪寺那邊走回來的路上 一樣是沒有遇到半個遊客喔 再次作為你們的參考 我們今天走這一個來回的行程 來回大約總共是3.6公里 總步行時間可以抓一個半到兩個小時 這是今天走的路線給大家參考 另外今天走過的景點級路線 我會標示在Google地圖上 網址連結放在影片下面的說明欄 好啦 這支影片就介紹到這個地方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不錯的話 請記得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追蹤我的牛豆峽 粉絲專頁以及我的IG喔 好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記得按讚、訂閱、按讚、shirt、打 Sciences 都要快點讚、訂閱、按讚、 movements 是在小鈴鐺 我們可以看到很尊敵 在超 repli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